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朋友,我们上次讲到,在公元1905年,日俄大战的结果出人意表,日军以寡敌众,居然大获全胜。 这个战果令到虚云和尚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扩张,助长他们称霸世界的野心。 而下一个被侵略的目标,极有可能就是中国了。 虽然刚好在这个时候,八子投陀基蟬和尚,号召全国僧人到上海,开佛教代表大会, 商讨朝廷突然要没收佛教寺院产业的对策。 虚云和尚考虑过之后,觉得都是应该以国家民族为重。 迟一步至上海,先行远辅东洋,希望可以呼吁日本的佛教徒运用影响力, 说服他们的天皇和朝中当权派,放弃对邻国动武。 由于当时虚云和尚在日本佛教界都已经相当出名的了, 所以他一抵达神户港,就有大批华侨和日本的佛教僧侣, 以及逐家信徒列队迎接,甚至有传媒来拍摄采访。 当然,当时的传媒只得电台和报纸杂志的记者, 还没有电视摄制队。 经过一轮摇扬之后, 结果由日本佛教协会理事长还真和尚邀请他到京都东山寺站住。 表面上,虚云和尚今次访日,受到热情款待, 但其实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监视。 虽然还真和尚精通华语, 不过都要透过身边的翻译员和虚云和尚交谈。 而且所说的都是客套恭维的说话, 有时甚至答非所问。 虚云和尚也感觉到气氛有点特别。 直至有一次,翻译员有时走开, 还真和尚才趁机会说出真心说话。 不过这番真说话就好像一盆冷水照头临那样, 令到虚云和尚大失所望。 跟着那几天,虚云和尚在还真和尚 以及几个由日本政府挑选的华侨佛教徒陪同, 参拜京都著名的佛字和游览名声古迹。 不过,面对金碧辉煌或者风格独特的日式庭园建筑, 虚云和尚都无心欣赏。 每到一间佛寺,他都只是向佛菩萨像下跪虔诚祷告, 祈求佛力加倍,今后世界和平再无战和。 他心想,既然留在这个隐隐流露出一股杀气的扶桑祷国, 事无可谓。 不如及早离开,应祈禅和尚之约, 到上海开全国佛教代表大会更好。 这位祈禅和尚逐家是姓王的。 他和虚云和尚一样,都是中国近代高增, 以诗画文明于世。 又曾经在宁波阿玉王寺, 挖割庇玉,以及燃烧两只手指共伐。 从此之后,就自号八指投脱。 他和虚云和尚多年前,曾经有个素面之缘, 而且大家同为禅友,彼此非常投契, 互相敬重。 可以说交钱言心。 虚云掌路,什么这么迟至上海? 我们都不知等得多心急。 我还以为你老人家早就忘记老衲。 虚云又怎会忘记灵波天同志住持, 大名鼎鼎的八指投脱既善法师呢? 说到大名鼎鼎,又怎能及得你老人家呢? 当年你在西经求说,姓名远播, 后来改名鼎鼎,都云南大兴宏法道场, 更加鸣满中海。 看来,你都是与众生有缘, 避无可避。 法师见笑了。 是的, 法师号召全国佛门僧人到上海开会, 又说朝廷打算蒸提寺院产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哦,是这样的。 自从皇上和太后会联北京之后, 或者太后痛定嗜同, 深感要复兴大清国势, 不能不改革为新。 所以,在江水二十七年三月, 夏朝实行变法, 说要取外国之长, 去中国之短。 哦? 当日太后极力反对推行申政, 间接造成庚子之乱。 今天居然带头变法? 所以说世事如期。 太后终于明白维生改革的重要。 虽然是迟了些, 不过总算从善如流, 实属难能可贵。 那太后的申政包括什么? 主要是废除科举, 轻扮西式学堂, 改造政府, 太减永远, 禁止捐官立官。 这些都是好事。 哎,推行申政, 没错是好事。 我们佛门中人都很支持。 不过, 朝廷御令各省自行筹办高等学堂, 各府自行筹切中学, 各院自行筹建小学。 地方政府一时间, 哪有那么多钱, 建那么多学堂啊? 就唯有大幅加税咯。 这都是可以谅解的事。 培育下一代目标远大, 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 可惜, 有些地方官员以此为名, 不但苛征重税, 还藉口推行西式教育, 要打倒迷信。 网子佛教的思想是没有科学根据, 要没收佛子田产, 改作校舍啊。 啊, 有这样的事? 有些院士, 还急不及待, 马上执行。 即使寺院按比例, 缴纳房地税, 都一样被没收啊。 想不到新政会演变成这么不合理的措施的。 这些官员实在太过分了。 虚云长老, 唯今之计, 只有靠你老人家, 带领我们这帮出家人, 上经绵性请缘。 否则, 再继续下去, 迟早所有寺院都被充公没收。 那佛教在中国就会轮于灭亡的啦。 知事体大, 虚云何德何能? 豈敢潜居列位法师长老之手呢? 你老人家无谓牵持啦。 我们这么多人当中, 只有你见过皇上, 你又曾经随驾西行, 心得太后弃重。 除了你老人家之爱, 还有谁可以担当这个重任呢? 如果由我记蝉带头, 恐怕未见到皇上, 就被人拉去斩头啦。 那, 我无谓考虑啦, 一于是这样啦。 好, 法师说得对, 现在佛教面临生死全王关头, 一定要据理力争, 所谓义不容辞, 虚云就叛死和各位法师长老 一起进京面胜啦。 于是, 虚云和尚就和八子投陀基蝉和尚, 以及由各省各院 来上海开会的高增代表, 总共百多人那么多, 一起起程前往北京, 打算向慈禧太后请缘啦。 结果会是怎样呢? 我们留下一次再说。